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据知情人士透露,英特尔正寻求至少2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以扩解爱尔兰MixVib的先进半导体厂。 该厂是欧洲唯一采用极紫外线EUV曝光技术的生产设施,采用Intel 4制程制造,为即将推出的产品奠定基础,包括为AIPC打造的Intel Core Ultra处理器代号Meteor Lake。 英特尔已聘请顾问,并积极寻找潜在投资者。 尽管按目前标准,20亿美元不足以建造一座全新工厂,但足以扩建或升级现有设施。 因此,这表明,英特尔可能计划提高LixLib工厂产量或导入更先进制程,如Intel 3、Intel 20A和Intel 18A,以满足自身产品需求及旗下代工服、IFS客户的需求。 这次融资计划,是即2022年,英特尔与布鲁克菲尔德基础设施合伙公司Brookfield Infrastructure Partners达成协议后的又一大动作。 后者承诺投资高达150亿美元,持有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Oketio园区扩建生产基地49%股份。 根据协议条款,双方计划共同投资300亿美元,继续扩建该生产基地。 英特尔承担专案总成本51%,布鲁克菲尔德公司承担49%。 与后者的合作,不仅为英特尔提供额外的15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还使公司在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为新厂和其他投资专案分配更多资金。 另外,英特尔在日前举行的晶圆代工活动,Intel Foundry Direct Connect大会,强调了与微软的新合作关系,以及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进展。 但分析师表示,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英特尔仍远远落后于该领域的最大企业台积电。 以布拉德林·布拉德林为首的美银分析师,在一份投资者说明中写道,随着英特尔积极发展代工业务,未来出现更多的客户或供应商合作关系可能不足为奇,但他们认为执行力、规模和良品率仍是代工竞争的关键。 在此次会议上,英特尔坚称,其在四年内推出五个节点的路线图已步入正轨。 尽管英特尔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与ARM在系统晶片方面的合作,并具备了新的先进系统组装和测试能力,但目前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银分析师补充说,他们预计,得益于其技术领先地位,更好的成本结构和最佳的商业模式,台积电将继续领先于英特尔。 美银仍维持对台积电的买入评级。 除了微软的声明,英特尔还提到博通和联发科是其代工业务的客户。 在其执行长帕特基辛格试图扭转英特尔命运的过程中,这个新生的部门一直是大力推动的对象。 该部门在最近一个季度的收入为2.91亿美元。 相比之下,台积电同期收入为196.2亿美元。 相对于美银的观点,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Kenter Fitzgerald对此次发表会的看法更为乐观。 分析师CJ Mills认为,尽管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此次发表会凸显了英特尔作为潜在代工厂的真材实学。 Mills补充说,格罗芳德有可能成为英特尔的潜在战略合作伙伴。 尽管该公司最近与联华电子和Tower半导体的合作对这种可能性有所降低。 此外, Mills重申了对英特尔的中性评级和50美元的目标价。 几天前,英特尔举办的IFS Direct Connect活动。 在问答环节里,基辛格回答了Towns Hardware的提问。 重申了英特尔愿意为任何人制造晶片,包括AMD和徽达等竞争对手。 他希望将英特尔代工打造成首屈一指的代工企业,在技术和产能上直接与台积电竞争,而英特尔产品与英特尔代工之间有明显区别。 事实上,今年晚些时候,英特尔代工将在法律层面上与英特尔区分开来,成为单独的实体,目标就是为全球客户服务。 基辛格认为,英特尔代工与台积电竞争的唯一途径是向客户提供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技术以及创新的3D封装技术,而不仅仅是供应给自己的产品,这意味着英特尔代工生产的晶片也是英特尔产品的直接竞品。 如果英特尔代工想进一步发展,不能存在挑选和歧视客户的行为,要向整个行业敞开大门,与业内所有人合作。 除了向第三方开放前沿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英特尔代工的中期目标是进入半定制市场。 在基辛格的设想里,英特尔代工可以为客户提供混合不同IP的半定制晶片,比如带有IA内核的英特尔计算模块,搭配汇达G Force RTX图形模块。 尽管其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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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采用Intel 20A工艺制造 其中AeroLake的GPUTile将会采用台积电3nmN3工艺 虽然GPUTile块采用与MeteorLake相同的iGPU架构 又名Alchemist XELPG 但将以XELPG加架构的形式 针对行动产品阵容进行某些优化 此外从台积电5nm到台积电3nm的转变 将带来效率和效能的良好提升 LunarLakeCPU预计将采用相同的P-Core Lion Co 和全新的E-Core SkyMount核心架构 核心的ComputeTile将基于Intel 20A工艺制造 自LunarLake放弃Alchemist并采用代号为BattleMage XER LPG的下一代图形架构以来 GPUTile将是对MeteorLake和AeroLakeCPU的重大升级 据称英特尔将采用台积电的N3B工艺节点 来生产LunarLake的GPUTile 显然台湾媒体的报道与WCF Tech的报道存在冲突 目前还不清楚到底哪方的说法更为准确 不过WCF Tech也表示 英特尔未来代号为No1Lake的客户端 CPU将采用台积电2nm工艺N2节点制造 可能某个区块或整个晶片将将采用N2节点制造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